过去一个月以来 西太平洋的形势是非常不宁静 当然主要因为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军力 在此进行激烈的互相较劲 当然这也影响了台湾周边的安全 今天有媒体统计 光在6月份中共的战机 骚扰台湾附近空域的次数就多达10次 当然6月份也几乎每天都会看到 美军的侦察机也不断透过台湾的南方海域 进入所谓的南海地区 美国方面在此进行大规模的军演 中国大陆也有给他们的动作 索性到目前为止彼此还能克制 不接下来7月跟8月 双方还有继续大戏推出 大载军威依然维持双航母之姿 美国第7舰队尼米兹号和雷根号 在线太平洋 7月2号双航母编分两路 雷根号从菲律宾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发 尼米兹号则航金巴士海峡 朝着他们的目的地南海加速前进 两天后也就是美国国庆日当天 转时启动大规模军演 这也是两周内第三次双航母操练 这次更靠近中国 F-18超级大航空领头 外加B-3预警机 各自在两艘航母上空 呈大雁队形排开 美国第7舰队拍下军演 当时的军容气势伶俐 航空打击群规模之大 之整齐微震八方 这次还特别从美国路易斯 安那州巴克斯德空军基地 闹来一架B-52轰炸机 超度跋涉飞了28小时 参加军演壮大盛事 而当时中国辽宁舰 也在南海西沙群岛进行军演 南部战区有护卫舰六盘水号 及白色号 展开舰炮对海射击训练 北部战区则有殲-10和殲-15战机 举行空战 南国海军隔空较劲 练兵时间甚至重叠两天 美国海军少将詹姆士 还在尼米兹号上透露说 美国看到中国 中国也看到美国 就话真的擦枪走火 南军一如往常 非常克制 我们有看到中国船 但我告诉你 我们没有看到 尼米兹号专业的专业作专业 正在舰上日本海上各位队脱帽致意 全体型登险礼 不论出航或返港 都能见到海军的这种打招呼方式 日本陆岛和导雪两艘训练舰 海美军双航母集结后 紧接17号双航母军演规模再升级 两国共动员至少1.2万名海军 随着这场联合军演登场 每日两国正式联成一气 为拉起围堵中国防线 每日军演加强作战能力 及模拟敌军的持续攻击 双航母全天后进行起降训练 一架战斗机起飞一次只需要24秒 24小时能完成的起飞架次 可见有多平靡 可以展现能批敌的备战能力 就是要警告北击 让老军回来了 但是到持备战状态 果然就在6号中国军演一结束后 隔天中国侦察机就拍到 美军EP-31侦察机 一连三天禁逼广东省沿海 8号距离一度只剩52海里 美国蓄意派重兵 在南海有关海域 进行大规模军演 炫耀武力 完全是别有用心 中国再次斥责美国 美军军演范围越来越大 且不止美日联手 这次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 和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 还拉着澳洲国防部长雷诺兹 罕见在8号召开视讯会议 会后更发表联合声明 三方一致同仇敌忾 强烈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 日本媒体形容美日澳正式拉起反中 包围网阵线 包抄中国 高调加入军演更多次公开数落中国 比美国骂得还凶 河野太郎会这么生气 还有个原因 对于中国海警局公务船 动作频频 已连续83天直接闯进日本海域 频率之高至密集 且越待越久 在7月2号和3号接连两天进逼钓鱼台后 4号和5号中国海警船两艘公务船 又出现在钓鱼台海域附近巡航 光是这两天前后共停留长达39小时 打破记录 不仅海警公务船甚至一度出现军舰 随着南海争霸战第三回合暂时落幕 第四回合又将在汉光演习后 7月18号登场 每日再次联手积雷战演练 这次军演时间更久 预计长达12天 8月中国也将转战东沙群岛登岛演习 2020下半年的南海之争 敌对双方会争个面子大动干戈 可别擦枪走火 亦亦相见 这就是今天的云端事节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